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港台的歌星 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 他一过来以后 为什么给我们的不光是生意 而且是视觉上的冲击 还有很多演员 他洋溢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而我们的演员 我们的歌星们出来 基本上是笑不出来的 或者他这种皮笑肉不笑的 或者很勉强的 因为内心里面 这个表情确实我们的面部表情 我们的眼神确实是心灵的窗口 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爱 内心里面对这个世界没有阳光的东西 它是很难有灿烂的东西 所以各位我也觉得 大家要想一想真正的美 我经常讲知识当然识人获得美 在一个民主政治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是社会真正的美的资源 靠整容 靠装修 过度的装修 在脸上涂抹油漆 装修过分的改造身体 人工的装饰不如真正的调整心态 健康的心态 美丽的心灵 它是最美丽的外表的一种资源和支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是整个的我们从社会的共识 从我们现实来看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表演着某种观念价值观 当然我这里实际上已经暗示着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心态 对于重新来塑造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注定 我后面讲这是人的宿命 因为我们注定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 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元的 更包容的意识来塑造我们 让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形体美起来 舒展起来 那么放松下来 让我们的知识 让我们的目光平和下来 放下身段 放松目光 那么柔和起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各位如果在我的课堂上学不到什么知识 今天的知识是一个美誉的讲座 是吧 所以应该学掉一点是 怎么美起来 怎么包括我们的语言说话 与人沟通打交道 怎么能够和别人打交道 是吧 不要吵架 是吧 不要骂人 不要咬牙屑齿的用语言来杀人 好像一句话 说出一句话就真理 就像原子弹似的 把对方置于死地 把对方粉碎掉 不要这样 对不对 要跟人讨论问题 允许别人质疑你的观点 随时准备接纳 准备倾听 这是我们 透过这个做一点感想 当然在西方文化里面 我们看到尤其在现代 比如说在现代民法 刑法的事业和观念里面 我们人类对于身体的看法 我觉得跟传统文化里面 有所不同的是 它还是力求在一定意义上 把人自然的 把他的自然属性给予肯定 给予承认 那么把所谓的真正的肉体的人 真正的自然属性的人 给放在一定的范围内 加于肯定 然后社会的人的属性 但是社会人的这种价值 是在自然人的基础上 来承认的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比如说法人和自然人 比如说 又比如说我们在民法和刑法里面 它是不加例外的 对所有人的生命财产给予保障 对不对 甚至你的名誉 你的肖像 和你的自然人的身体属性的一切部分 都加于肯定 首先并不问你的社会属性 所以我们经常讲 杀人罪 罪就是罪 杀人罪绝不因为杀了不同的人 绝不因为他杀的人不同 而改变杀人罪的属性 杀人就是杀人 那么杀一个乞丐和杀一个国家领导人 严格说的没什么区别 只要是犯了谋杀罪 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外 有几任国家元首 因为谋杀罪被处于死刑 处于疾刑 所以杀一个婴儿 甚至一个胎儿 和杀一个正常人 和杀一个什么 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科技进一步奖 没什么区别 杀一个农民 和杀一个这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就是说 我觉得各位可以看 西方的传入我们中国的现代法治文明里面 首先对人的自然属性 给同样的肯定和保护 所以财产继承 只问你是第一顺序还是第二顺序 是吧 那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不问你的社会属性是什么 你的 他的儿子 妻子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那么这事就是说首先肯定 所以我觉得现代文明里面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解胖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用形象的说法 这种意义的形态 人类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悲壮的历史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在经受了自从有文明知识 都在经受了某种精神的 乃乃至于肉体的摧殖和折磨 甚至阉割 所以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对身体的建构或者监控的这样的形式 当然最早古老的最最早的最赤裸裸的就是一种直接的那么摧残人的肉体 摧残人的肉体 当然它最极端的形式是把人杀掉 那么当然还有更残酷的那就是改变人的形体 那么部分的残害人的器官 所以此行严格说来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此行当然是一种权力的表演形式 把对方置于此行 暴食街头 这个当然是展示表演权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其实真正的最高的摧残和规训恰恰不是死刑 因为死刑一旦执行之后 你就失去了摧残的对象 那么所以死刑并不是权力对身体的监控和规训的最高形式 最高形式还是我后面所说的 那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既让你活着又让你按照某种意识活着 那么这是一种最高的形式 这是权力的 应该是最高的形式 严格说来把人杀死 这个甚至都算不上权力的形式 为什么这是军事征服 这是一种直接的暴力 真正的权力的表演形式 最高的形式 最精致的形式 应该就是对意识形态 对人的身体的塑造 对身体的塑造 当然还有跟这个相伴随的就是 这个意识形态的塑造 我前面说了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充斥着 另外跟这个相伴随的就是 我们的身体被编织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化的组织和体制内 和权力关系内 人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被编织编排在各种网络化的体制和组织里面 被成为某种社会的网络中的某种角色 那么这个现代社会发明了这种八角式工作制 在时间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也是被收购的 按照身体在时间上 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是被切割成块的 它是被收买的 被组织化的权力所收买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成为军队监狱学校官僚组织 国家族群中的一员 所以你是无可逃避的 所以在中国的话 过去还有长期的一个最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单位人 我们除了前面说的以外 还有单位 尤其在中国 你必须有单位 没有单位的话 你和社会就脱续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身体被网络化 被组织化 被纳入某一个 在这个社会里面 被纳入到某一个网格里面 某一个网络里面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这就是体制化的身体 所以我们再次讲电影《萧生客的救赎》 那么实际上呢 那么他也是从一个角度典型的反映出 一些人 他的身体 你看看 当一个人从 正常的人 从这个到犯人 再慢慢的这个犯人 自觉的接受了 这个监狱的生活方式 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身体就逐渐的融合 磨合到这个监狱这个体制内 所以当然在萧生客的救赎 这个里面 他一个重大的隐喻 当然就是说 这是后的 我们一开始就讲 这是后线的这种批判精神 整个的社会就是监狱的象征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 我们因为只不过是没有这个像 那个犯人那种训化的过程 但是我们是在社会里面 我们一生下来 就投入了这个社会的大监狱 这是他的一个隐喻了 我们因为呢 是一个从 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 不但被驯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感到难受 不像这个萧生客那样 当然萧生客是一个 应该说是社会监狱的管理失败者 失败的案例 因为他不接受这个规则 但是很多人接受了这种规则 所以这是我们说 这个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的一切 都是在各种监控下面 各种思想 它的控制下面 各种这个组织化 体制化的网络 这个它的塑造 性化下面 那么当然各位一听说 以后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理论的视角 那么这种的理论视角 它的最大的意义在于 那么这个提出了一个角度 让我们时刻注意反省 我们人类的一切很多现象 其实并不是自然的 并不是自然的 可是我们把它自然化了 我们把它慢慢的吸烟布查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社会的规论 社会的很多东西当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接受的部分 就像那位在监狱的老布一样 他把监狱那一种管制方式当成了自然而然的部分 他要提醒的是我们这样一种对社会的距离感和社会的反思能力 我觉得通过他的这个 最重要是在这里面来思考 我们最重要的要接受 他给我们一种认识自己 正像古希腊的责任 一开始就讲的认识自己 其实认识自己多么难 后现在的这种身体政治的理论 让我们才真正的开始打量我们的身体 原来我们的身体 是从人类文明开端 自始至终都在某种权力的眼睛的规训 注释打量下面塑造下面 我们来 我们的身体从来就不是自然的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 身体从来就是权力谋划的对象 就是权力的作品和符号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人就是他的宿命 这个宿命在于 如果各位回想起 我前面讲的 讲了关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那个一讲里面 我们可能会站在那个角度 我们自然要会 文明社会里面的秩序 它一种必然的依赖 人类社会 要想组织公共生活 必然需要窒息 而我们知道身体 我们从大自然继承来的身体 它是欲望的 它是充满激情的 真正的身体 从自然状态下过来的 继承下来的我们的身体 这种生命 它是野蛮的 它是充满激情反叛创造的 都有的 所以这样的激情反叛创造 这样一些 充满了这样的挑战 充满了这样的破坏力 乃至于破坏力量的 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身体 它需要被制度 各种组织网络 加以规信和组织 这样才可能有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秩序 但是这里面 我们今天的角度又告诉我们 这种规信 这种组织化的身体 这种被权力网络所规划的谋划的身体 它又存在了另外的问题 我们的身体被 一方面我们需要被网络化 被权力所谋划 成为权力的符号 成为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符号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说我们的身体 没有一种必要的张力和紧张 我们人类没有对这个现象的反思 又容易完全的怎么样被压抑 被所谓的异化 是不是 完全成为一种社会人 一个人完全成为社会人 那么这个人就成了行尸走肉了 这真正的成为表演权力的符号 成为没有灵魂的那么空壳的人 符号人 图画人 那么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 这就是人类的文明 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顿的命运 我们需要秩序 需要文明 社会公共生活需要理智 文明的理性 也在这个意义上 这种文明对人类的压抑 规训 管制是必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种压抑管制又是有代价的 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人类的悲壮 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人生的这个真相就在这里 所以我用了困兽之斗 那么自从近代以来 那么像文明 那么有很多人发生了身体的觉醒 比如像尼采为天锋的代表的这样人 我们觉得它是人类文明中间的那些 可以说是身体最早的觉悟者 觉醒者 所以开始痛苦的挣扎 是不是 可以说是像夹在束缚在我们人类身上的文明之网 也是权力之网的搏浪一击了 所以他们的这个要求肯定 他们呐喊 他们呼吁要肯定身体的自然属性 要把身体正视它为亚裔欲望的机器 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人类自然的一部分 什么叫人性 人性你看看 同样的人性 文明的人性认为野性 因为自然属性是兽性 不是人性 而这种尼采所开启的这种后现代的身体叙事 恰恰说人性就是我们来自自然的一部分 就是要肯定我们的身体的欲望的部分 就是要大胆的肯定我们的欲望 就是要和文明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文明的符号 各种权力的话语做抗争 做抗争 所以我们说这种 这又是回到了萧生克的救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萧生克选择了越狱逃亡 他要冲破 要颠覆这个社会的监狱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知道福科这位思想家 法国的最具有颠覆境的后现代思想家 他甚至为了反抗主流文化的道德观念 反抗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常人 大多人习以为常的这些婚恋观念 性观念 他自己甚至尝试着要去那么变成一个同性恋者 要亲自参与同性恋的实验 要真正的 他要理解社会的边缘 被社会的所谓的文明的观念 所谓的社会的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理学 所建构出来那些不正常的人 他要去体会他们 他要体验他们 要承认他们 所以在小说 奥威尔的小说各位都看过 那么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边 我们知道主人公温斯顿 也是为了挑战这样一种 现代社会的那种集权体制下的这种文明 所以他因为我们知道文明的发展 好像我们主流的文明观念 一直认为 那么这种对身体的遮掩 对欲望的某种节制和规训 那么这是一种文明文雅的方式 而这位主人公为了挑战这样一种 无孔不入的权力网络的控制 他甚至要不惜选择 那么一种非常甚至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淫乱的这种方式 对不对 挑战那个体制的 独裁者的老大哥所控制的帝国 因为在老大哥控制的帝国里面 那么充满了道德界律 道德戒律 那么人民都是道德非常高尚的 为了反抗这种压抑感 他就要选择 最后甚至一个我们知道 最后的反抗形式 就是一种爱欲的东西